你们见证主已经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主如果真的回来了 我们应该早就被提了 现在我们不是还在地上吗 所以我不相信主回来了 主早就应许我们说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主已经在天上 为我们预备好了地方 他再来会直接提我们进天国 既然主已经来了 那现在圣徒怎么都在地上 还没有被提呢 姊妹 主是给信他的人预备地方去 这不假 但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地上 还是在天上的 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人都凭着观念想象认为 天国应该是在天上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看看主耶稣是这么说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明确告诉我们 神的国度是在地上 并不是在天上 神的旨意 要在地上通行 如同在天上通行 我们再查看 启示录二十一章 二到三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人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看哪 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还有十一章十五节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些预言提到 神的丈母在人间 新耶路撒人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这足以证明 神要把他的国建立在地上 他要在地上与人同住 世上的国必要成为基督的国 而且直到永远 如果按我们的观念想象认为 神的国在天上 主来要把我们提到天上去 那神的这些说话 不都落空了吗 实际上 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 要达到的最终果效 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末世基督全能神 做的审判人 洁净人的工作 就是要在地上做成一般得胜者 这些蒙神拯救被神做成的得胜者 就是在地上实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道的人 就是神国度中的子民 当这般得胜者被神做成时 神的旨意就得以在地上通行 谁知基督的国度就实现在地上了 神也就完全得着了荣耀 启示录的预言就是神最终要成就的 难道这个事实 你们还不清楚吗 主耶稣到底给我们预备了什么地方呢 就是预定我们在末世降生 在地上迎接主来 接受神的洁净成全 被神做成得胜者 通行神的旨意 使地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 这是神的心意 神往地上来 人偏要往天上去 如果把人骑到半空中 那里既没有粮食 也没有住所 人怎么生存 这是不是人的观念想象啊 主能做这样的事吗 人能这么想 也真太幼稚了 真是一想天开啊 真是一语惊喜梦中人啊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被主导文 愿神的国降临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启示录一言也明明地说 神的障目在人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信耶路撒冷游审那里从天而降 这白纸黑字写得那么清楚 我们早就没看明白呢 还天天盼着被提上天 我们真是太麻木痴呆了 这么多年 我们信主信得深糊涂 圣经的预言说得这么清楚 都看不明白 信主这些年 我们一直听牧师长老讲 神的国在天上 就信以为真了 天天盼着主来 直接被提上天 看来 这些牧师长老还真不明白圣经啊 静凭观念想象 瞎解释神的话 定归神的做工 这不是在迷惑人坑害人吗 不是 把我们迷惑的梦头撞下 连神话的字面意思都不明白了 瞪着眼睛就想被提上天 真是信得太荒唐了 是啊 看来信主 还真的有明白真理的人 跟我们交通了 否则这人再信多少年 也是稀里糊涂 什么也得不着 怎能不被主撇气淘汰呢 是啊 神的国度到底是在地上 还是在天上 我们还说不准 主耶稣曾多次提到 天国进了 天国降临的话 既然是天国 就应该在天上吧 怎么能够在地上呢 对啊 天国肯定就是在天上 要不然怎么叫天国呢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我们应该都清楚 天 往往是指神说的 天国 当然是指神的国说的 其实路中所提到的 神的丈母在人间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这就说明 神的国是在地上建立 最终地上的国 成了神的国 大灾难之后 旧的世界被毁灭了 千年国度就出现了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那时 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 就如通行在天上一样 这就完全应验了 新耶路撒冷 降临在地上的预言 末世 神道成肉身 做审判工作 就是来结束 这个黑暗邪恶的世代 凡是听见神声音的 被神提到宝座前的人 被做成为得胜者 之后 大灾难开始降临 只有经历 神末世做工 竭尽拯救的人 才能生存下来 成为国度的子民 今天 我们能够接受 神末世做工的人 都是最有福的人 我们有幸听见神的声音 被神提到宝座前的人 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得着洁净 在灾前 被做成得胜者 成为出手的果子 被神得着 然后 神回到西安 大灾难 开始降临 所有抵挡神的 与属魔鬼的不幸派 都要落入灾难中 被毁灭 凡是被神 捷径成全的人 都在灾难中 蒙神保守 圣存了下来 道主公开驾云 降临显现时 神就德国降临在地上 这也是神 马上要成就的事 信神的人 如果看不见这个异象 那不是瞎眼吗 那些痴情忘天 等候主 驾白云降临的人 最终 当看见主 驾白云降临的时候 都要哀哭怯齿 正如启示录中 所预言的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母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竹 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凡是在灾前 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被神提到宝座前的人 自然就落入灾难中 受惩罚 哀哭怯齿了 感谢主 这都是奥秘 没有交通人 还真不明 感谢主 原来启示录的语言 就是这样应验的 是啊 他们交通的真透亮 他们交通的 完全符合圣经 很有神明的开启观照 我们可得多听听 弟兄姊妹 神起初造人时 是在地上 撒旦败坏人类 也是在地上 最终 神拯救人类 还是在地上 直到基督的国 在地上出现 都没有离开地上 所以 漠视神的国度 要在地上建立 人类最终的归宿 是在地上 不是在天上 这是神所命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全能神的话 是怎么说的 神归附原位 人也都各自 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这是整个经营结束以后 神与人各自的归宿 神有神的归宿 人有人的去处 神在安息中 继续带领全人类 在地上生存 人在神的光中 敬拜天上的独一真神 人进入安息 是指人都成为 真正的受造之物 在地上敬拜神 而且有人类正常的生活 不再被你神 抵挡神 恢复起初 亚当夏娃的生活 这就是神与人 都进入安息之中 各自的生活 与各自的归宿 打败撒旦 是神与撒旦 征战的必然趋势 这样 神在经营工作 结束之后 进入安息之中 人彻底被拯救 进入安息之中 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人的安息之处 是在地上 神的安息之所 是在天上 人在安息中 敬拜神 在地上生存 神在安息中 带领存留下来的人类 全能神的话 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当神的经营工作 完成之后 神与人 就一同进入安息之中了 神的安息之所 是在天上 人的安息之处 仍然是在地上 这是神给人 预备的美好的归宿 也是神的国 成就在了地上 如果人信神多年 连这个事还看不透 这不就说明 人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主的话吗 我这么多年 就是盼望主来 被提到天上 今天还头一次 听到教通 神的国是在地上 你们教通的还真挺实际 让我挺得造就 不过经上还说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这话又怎么解释呢 就是啊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这可是圣经明文记载 姊妹 我们盼望主再来 应该根据主耶稣所说的预言 这是最准确的 你们引用的 到底是谁的话呢 是主的话 还是人的话呢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并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话是谁说的呢 这话是主耶稣说的吗 主耶稣 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圣灵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你们相信的 引用的这话 是保罗说的 保罗这话 能代表主耶稣吗 能代表神吗 这么大的奥秘 只有神知道 如果人敢瞎解释 瞎定规 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 保罗不是基督 他只是一个败坏的人 他的话 肯定充满人的掺杂 人的想象 他说的话 不是真理 不能作为根据 我们应该以圣经中 神的话做根据 才合乎真理 你们考察 被提进天国的事 不以主耶稣的话 为根据 而是把圣经中 人的话 保罗的话 做根据 这是错误的 因为只有主耶稣的话 是真理 是权柄 主耶稣才是基督 才是天国的王 你们为什么 不在主耶稣的话中 寻求真理 摸神的心意 反而拿人的话 做根据呢 这合主心意吗 这样容易跟随人 容易偏行几路啊 对于背提这么大的事 我们不以主的话为准 反而听信人的话 这确实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啊 神起初在地上 用泥土造的人类 让人在地上 尽人的本分 在地上管理 地上的万物 让人在地上 顺服神 敬拜神 荣耀神 并且命定给人的归宿 也是在地上 并不是在天上 况且 神早已明确告诉我们 神要在地上 建立他的国度 他要在地上 与人同住 世上的国 必要成为 基督掌权的国 所以神的国度 最终 还是在地上 并不是在天上 人总想被提到天上去 这完全是 人的想象观念 是人的奢侈欲望 并不符合真理 不符合神做工的事实啊 关于被提进天国的事 我们应该以神的话为根据 才是最准确的 才合乎神的心意 其实路明确一言 神的国是在地上 当我们不相信主的话 偏偏相信保罗的话 把保罗的话 当成神的话 当成真理来持守 我们这哪里是在信主 尊主为大呀 人信主不明白主的话 太容易受人迷惑了 是啊 今天要是没有听到 全能神的话 我们还会天天万天叛云 吃得那些主来背体 这样即使叛一辈子 也不会有结果 到最终被主撇气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像那些犹太教的法利赛人 直到现在还在盼望着 弥赛亚降临 真是一昧至极呀 以往我盼望主来背体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是根据保罗的话 也没有神的话做依据呀 这都是人的观念想象 与神要做的 根本不相合呀 我是讲道人 在迎接主来 这么大的世上 我不根据主的话 不寻求主的心意 把人都给悟到了 真是瞎子领瞎子 把人都带进坑里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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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 通过这么交通 我明白了 我们盼望主来背体的想法 的确是出于人的观念想象 已经严重违背了主的话 那我们现在该如何盼望主来背体呢 你们能不能再具体给我们交通交通 是啊 怎么一交通 天国沉得在地上 那我们背体上天的盼望 不就落空了吗 圣徒盼望背体 主要是根据主耶稣说的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人就凭着观念想象 来理解主耶稣这话 认为 主耶稣是驾着白云升到天上去了 那他给人预备的地方 肯定就是在天上了 因此 人就等候主耶稣再来 也把人提到天上去 另外 人特别崇拜保罗的话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因此 主来被提的愿望 在人的心中就产生了 对于被提 人的领受各有不同 多数人都以为 主来时 把圣徒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多少年来 人就存着这样的盼望 等候被提 那到底什么是被提呢 多数人都不清楚 直到全能神来了 才把圣徒被提的奥秘向我们打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全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我们翻开一百九十七页 被提 不是按人想象的 从低处挪到高处 这是大错特错的 被提指的是我预定之后 而又拣选这件事说的 是针对所有的预定 又拣选的人说的 这一个最不符合人的观念 凡是在我以后的家中有份的 都是被提到我面前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是永不改变的 谁也驳不倒 这是对撒旦的回击 凡是我预定的 就被提到我面前 全能神的话说得很清楚 被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从地上提到空中 提到云里与主相遇 更不是提到天上 而是指 当神再次来到地上说话做工时 人听见神的声音 就能站起来跟随神 顺服神的末世做工 这就是被提到神宝座前的真意 凡是能够分辨主声音的 能从全能神的话中 发现真理 接受真理 而归向全能神的 才是聪明的童女 这些人都属于被主 偷回神家中的 金银宝石一类的人 都是素质好 能够明白接受真理 能够听得懂神声音的人 都属于真正被提的人 正是神在末世 隐秘降临做工期间 所要成全的一般得胜者 自从全能神末世做工 开展以来 越来越多可目神显现的人 都从全能神的话中 认出了神的声音 他们纷纷接受了 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被提到神宝座前 与神面对面 接受神话语的浇灌喂养 对神有了真实的认识 败坏性情得着洁净 活出了神话语的实际 已经蒙了神极大的拯救 这些人已经在灾前 被神做成得胜者 成为出手的果子 被神得着 那些持守自己观念想象 失等的主来把他们提到天上 而拒绝神末世的审判工作的人 都是淤浊的童女 都是被神撇弃的对象 最终必然落入灾难中 哀哭窃世 这是事实 这么一交通 心里真亮堂啊 人听见神的声音 归回到神的宝座前 就是被提啊 神把人提到他宝座前 得着他话语的洁净 成全 把人做成得胜者 承受神的应许 神做工 太智慧 太有意义了 是 超过人的所思所想啊 是 正如耶和华神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做工都有奥秘 神的智慧 谁能测透呢 我实在蒙羞啊 就根据一节经文 凭着人的观念想象 就随意定归神的做工 实在是狂妄无知 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啊 是啊 若不是全能神 把圣徒被提这个奥秘 给揭示出来 我们再信多少年 也不会明白 是啊 还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 认为我们只要撇弃一切 为主花飞 秦做主功 等主来时 就直接被提到天上去了 是啊 看来 人信神不寻求真理 尤其在迎接主来的事上 人不留心听神的声音 而是闭门自首 这的确太危险了 好险我们没有错过 这个唯一被提的机会啊 感谢神 你们的交通 对我们太有益处了 是啊 不然 我们还活在渺茫中 望天看云 等候主的降临呢 谢谢神 看来全能神的话 的确是真理 我们可得好好寻求 考察真道啊 人信主 不实行主的话 不遵行主的诫命 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爱主 顺服主 只为自己得福上天堂 那就是在欺骗神 利用神 你的爱埋藏 在我心里呀 使我甜蜜的心经意 体贴你心 使我心更甜 尽心尽意的是否你 神的心情是最高 全力的相征 任何一个人 或任何一些人